國防部副部長 請副部長 部長有事嗎 對 他請教 好 部長好 部長知道在西太平洋 這個地區一般來講 國際衝突 主要的熱點 是哪幾個地區 向委員報告 一般來認定的話 就是朝鮮半島 台海跟南海地區 好 那這三個點其實 之間可能又牽動互相 目前是有一些連動的關係 好 那站在國防部 國安單位 現在北韓說要這個可能會 這個 射這個飛彈 你們有沒有研判他會往哪裡 哪個方向 哪個方向都不見得是說 我們是可以根據過去的經驗 以及它的飛彈的特性 還有它的射程 來預估它可能會有一些 哪些射點 有沒有我們做過 就是 我們有些原本 它現在飛彈部署是在 東西兩邊都有 對 那我們不曉得說 它到底是要發射在哪個地方 但是呢 如果部署在東西的話 當然有它一個射擊的一個範圍 它 一旦發射我們最快的時間 幾秒鐘內掌握 以我們上次看到它發射 這個衛星的狀況來講 那個是比較長城的 對 那我們在它第一時間 就非常短的時間就掌握到了 多短 那個實在當然是 發射以後一兩分鐘就掌握到了 這個是我們當時也因為這個樣子 跟我想每日 有一些資訊的交換 也顯示我想這整個 就是說 長城預警雷達對於強化我們掃描 尤其是在東北亞這個地區 我們台灣事實上因為視角 因為各種的地緣上的關係 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甚至是不可替代性 對不對 是 那麼我剛剛問你說多快 因為這個我們要跟人家合作 包括跟美日 南韓 我們要有我們的條件 籌碼 這個有時候差這麼三秒 是 那個整個 這個應變就不一樣 是的 所以我說上次是多快的時間 你有沒有查到 這次 因為你們有對外透露過 這不是機密的 這個請我們空軍參謀長來說 盡快 我是空軍參謀長 上一次發現的時間少於五分鐘 少於五分鐘 是 那你們認為 以這一次北韓發射飛彈的種類 你們最快的時間 你們總是有自己的目標 你們預警雷達能夠多快的時刻捕捉到 這樣的一個 如果他跟上次的方向一樣的話 我們可以在同樣的時間發現 但是如果他不是這樣的話 現在還要再 搜尋鎖定 可是問題是美國會要求我們 或拜託我們好了 也要特定的這個地區 或方向 因為大家其實扮演了某種分工的角色 這個有沒有一定的協調 或是說 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一個協調機制 你可以講沒有評論 沒有評論 對啦 不然 對不對 no comments 這個就有點大家對不對 這樣子就保留一個模糊的空間 有或沒有我都知道 我會問副部長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金正恩 你最可能射的地方 絕對不一定是人多 因為世界大戰 恐怕會亡國 那射到海上如果也不是什麼國際衝突的地方 說得不好 每次就旺洋心探 你有沒有去想定過 你我長年對朝鮮半島 我在國安會 因為在這方面是有一些長期的研究跟我的工作 是 他事實上有在評估過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包委員 我不是金正恩 你可能比較評估比我厲害 這想定啦 模擬啦 我們戰略對不對 一定是要各種的scenario 我跟你講 台灣海 吊一台附近的海域 那個部分 副部長我這樣提醒你 你覺得有沒有make sense 和這個引起的國際的注意力 以及整個多國都被捲入 這個劇本很好 對 所以不希望他發生的劇本常常就會發生 因為 就是 對方會站在他的角度來講 他怎麼低成本 那引起高度的效益 那這馬上牽動到 第一個 美日安保嘛 是 對 然後馬上牽動到中國 吼 還包括台灣 那 事實上整個亞太地區都 馬上 就會 很重視 受到整個衝擊 所以你們有沒有應變計畫 這方面我們 除了我們SRP 繼續掌握之外 當然我們會有一些 必要的反應 我們也不希望說 這個飛彈往這邊設 不是 你最不希望的事情他就會發生 是 因為打到南海太遠了 是 不太好瞄準 稍微一個偏腳就出事情 那打到朝鮮報導 馬上 我看 美日安保 還有這個跟美韓之間的軍事協定 這個整個對他們被保險衝擊太大 鮑威您曾經在國安會待過 您知道這個啟動國安機制 它都會牽制到各個部會 各個方面來去提醒大家 這方面如果有這種狀況的話 應該怎麼樣去做因應 對啦 我知道當然 標準作業程序或者是說 你必須建立在想定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想定 其實就很難及時的應變 所以是不是你可以接受我的建議 現在 部長正在開國安會議 幾個可能設置到台灣 因為飛彈不長眼睛 那 把釣魚台這個事情 In case 的時候我們要列入應變的計畫 我們回去會把這個想定來做一個模擬 好的 另外我再問一個事情 因為剛剛有我們委員問到說 這個 有關於這個 就是 有說國軍過期的廢彈 本來運到保加利亞 後來不知道半路運到哪個國家 這事情你們說監察院在調查 是的 我們剛才我們 後勤次長有些說明過 說沒有這個事情是不是 是 監察委員是查無實據 好 那你否定馬總統的講話了 不是 那馬總統為什麼會講這個話 你知道馬總統講了什麼話嗎 報紙上面寫 報紙上面有寫 你人都沒看破爪 我跟你講聯合報 4月9號我講一段 馬總統說 有事國軍過期廢彈 委外處理 本來說是要運到保加利亞 結果半路出狀況 不知道運到哪個國家去 造成很大困擾 彈落飛彈先打掉 就沒有這種困擾了 意思是我們的廢彈 廢彈 廢彈 總共要泡 因為要處理廢彈也要成本 那我請問副部長 請問我們的 對這則新聞我是有看到 你有看到 為什麼你沒有看到 我剛才說 我是從新聞上面看到 好 那 為什麼你們沒有提供馬總統正確的資訊 還是馬總統不重要你們 不是這樣講 我們是說這方面 可能資訊長解讀有誤 所以我想 這個我們在 所以你認為馬總統有誤囉 這方面的資訊 你跟實際狀況來講是有誤的 對啦 事實是馬總統有說錯啦 是 那麼 這個就涉及到 我們國安團隊的責任 是不是應該有人 要 馬總統的消息一定 要不要看國安日報 要不要看國安局的 很多分析報告 我以前也常看 是 所以這個要追究責任 如果是國安部來自你們情報或單位 你們要去查明好不好 是誰提供給總統這樣錯誤的資訊 這個應該是國安單位的責任 那國安部也是國安單位之一嘛 也是國安會議 或國安高層會議 或國安幕僚會議 我們會提供正確的資訊 因為這個東西要查明 不然我們總統常常講錯話 這個真的會變笑話 所以我們的廢彈運到 廢彈 運到保加利亞 結果呢 不知道運到哪個國家去 這個會變成國際笑話 這個不輸 北韓金正恩 在講這個話 我們會提供我們正確的資訊 然後查評之後 假設不是國安部 是要國安單位橫向聯繫 讓總統未來在講話的時候 真的是建立在正確的資訊上 對我們要提供正確的資訊 好那提供完之後跟我回報一下好不好 是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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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委員